中国民间妖怪奇幻类小说九尾狐 在古代某个国度有一只九尾狐妖 他变幻无常 祸害了这个国家的百姓 不少人为他所苦 为了镇压九尾狐 国王派出了最勇敢的将军前去追捕他 将军骁勇善战 擅长用兵 但在面对九尾狐的时候 他感到自己的无力 九尾狐变化多端 有时化身成娇媚的女子 有时又变成一只猛的野兽 让将军始终难以捉摸他的真正身份 将军在山林里搜寻九尾狐的踪迹 但九尾狐总是能轻易地逃脱他的追捕 这一天将军来到一个山洞口 感觉九尾狐就在附近 他毫不犹豫地走进去 但是这座山洞的深处 是九尾狐准备好的陷阱 将军被圈套困住 他看到九尾狐变化成了一个美丽的女子 他忘却了自己的任务 深深地爱上了他 不久之后 九尾狐的真正面目再次现身 他展现出了他恐怖的力量 将将军杀死了 九尾狐从此逃之夭夭 不再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但是有一位智慧过人的道士 直到九尾狐的下落 他走遍大江南北 终于在一座偏远的山洞里发现了九尾狐 当时用他的法力将九尾狐封印在山洞里 让他无法再伤害人类 然而 九尾狐在山洞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让他渐渐产生了反省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行为 想方设法修炼自己的心性 经过长时间的修炼 九尾狐的心境逐渐平静 他终于理解了人类的苦难和痛苦 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人类 于是 他静静地等待着被释放的一天 有一天 一位年轻的少年来到了这座山洞 他听说 这里有一只九尾狐 决定来看看 当他进入山洞的时候 九尾狐感到了一阵熟悉的气息 他知道这个少年是来释放他的 九尾狐对少年说 我已经改过自新 我想帮助人类 我需要你的帮助 少年经过了一番思考 决定帮助九尾狐 他相信九尾狐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妖狐了 于是 他照着九尾狐的指示形式 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难题 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九尾狐也尽其所能 用自己的法力和智慧来帮助少年 成为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和伴侣 最终 九尾狐和少年一起为人类的福祉而奋斗 成为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人们总是说 九尾狐是一个邪恶的存在 但实际上 他也有着自己的苦难和痛苦 他也需要被理解和帮助 只要有爱和宽容 一切都可以改变